Hello 大家好 我们度假回来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 赶快跑到后院里来 看看我们的这些 蔬菜水果 我们两个人刚刚 忙活了一阵子 采摘的 这是丝瓜 然后呢 这是南瓜 然后好像还是不同品种的 pumpkin一样 这里还有一个蝴蝶 蝴蝶很多 度假不在家 然后呢这些是 黄瓜 因为出去时间长 黄瓜都长老了 这还有黄瓜 这长 弄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呢 有的呢 你看上面 有这个灰尘 这个灰尘呢 就是说它不是长的布或者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 出去之前把这个 有些西红柿呢 就是放了一些草木灰 让了一些草木灰上 这样的话去避免有动物来啃它 因为我们发现 我的这个西红柿好像最近有 这个动物来啃它 好漂亮啊 这里你看看 还有白的蝴蝶 花蝴蝶 还有那种鸟 那种鸟好像就是那个嘴 花鸟嘴特别尖 你看把我的西红柿都啃了 这个为了避免这个西红柿被啃 我们发现就是说 好像你把这个西红柿上 让一点草木灰好像是不是 它就不大啃 如果不让草木灰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西红柿都被啃了 对就是说我们发现呢 就是放一些草木灰 在这些快熟的西红柿 那个上面以后呢 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 有些动物呢它就不过来 好像它闻到这种 烧焦的味道 好像它就不喜欢 那种味道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就让了很多的草木灰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呢就是没有被啃掉 大家看一下这个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呢没有让草木灰上 你看这个西红柿就被 都被啃了刀了 也不知道是松鼠刀了 还是这些花鸟刀了 有那个那种尖嘴的花鸟 好像冲着 经常的冲着飞来飞去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 你只要让上一些草木灰 然后好像它就不去刀它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试 你看这个大西红柿这么大 被啃 好可惜啊 看我们剪下来 别剪那个 别剪那个 这边还有一个 对剪那个地方 剪下来 你看 你看这么大的西红柿被刀了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因为这个上面就没有要那个草木灰 对 所以它就被啃了 因为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啃了 但是 啃了以后也是真的觉得很心疼 这几个呢 就比较 比较生一点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们都摘下来 再进一 case 它们被鸟啃掉了 这一些呢 就是因为出去时间长以后 它们都充分的熟透了 最好就是这种充分熟透了以后 再摘吃起来就特别好 这个呢再放一放变红 但是味道还是应该差一点 但是没办法 把这些鸟 动物整天来争夺我们的劳动生活 丝瓜呢 刚才摘了一些 就是那些大的丝瓜 我都把它剪掉了 还有一些小的丝瓜 这些还可以放一放 这边呢好像还有丝瓜 没剪 没剪 没剪了 这个丝瓜呢好像就已经有点太老了 不能吃了 那就留着吧 留着长丝瓜秧子 哦这里还有呢 哦这里还有 这个也不能再摘了 这个就留丝瓜秧子算了 哦出了 然后呢上面的这几个 好像它有一点变黄的话就 这已经老了 已经老了 这里还有两个 这需要梯子勾着把它摘下来 你来吧 哦这里还有一根了 看见了吗 哦真是 这还有一根 这一根好像也老了 不能摘了吧 不能摘了 留着吧 不能摘的就留着吧 这几个老的就留着它 我拿那个东西 把这几个再摘下来 这个也摘了吧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这个丝瓜呢就是说 剪枝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 因为你弄多了以后 你都分不出来哪是组枝 哪是侧枝了 组枝和侧枝 它都接瓜 所以说呢 你的原则就是 把弱的枝子剪掉 长得很壮的枝子 就把它留着 因为它长得壮的 就说明它有竞争力 所以说它就会接得好 你看这个丝瓜 从现在看来 这些丝瓜 好像还有刚刚出了新的丝瓜 看来它的这个 丝瓜的生长期还没有过 生长期还没有过 这里还有一点点老 那就留着算了 不摘了 然后呢 这些丝瓜叶子呢太多了 然后呢 需要适当的把这些老的叶子 哦 剪错了 剪错了 嘿嘿 把这些老的叶子把它剪掉 对 老的叶子它这阳光 它也没参加不多的 参加不了多少那个光合作用 所以说 这些老的叶子把它剪掉 这个你看 这么小 它就没有什么长头了 都摘掉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还比较小 像这种老叶子 把它摘掉 嗯 基本上就是说 有一点点这个 干的这些老叶子 不再生长的老叶子 都应该去掉 对不对 是 这里 这个还ok了好像 对 还能吃 嗯 像这种老叶子 嗯 老叶子 这种老叶子 去掉 嗯 这个呢 其实呢 这个丝瓜 我们打的这个架子 你照一下 也是利用这块空间的 这个架子其实是 很靠近房子 很靠近房子 这个地方 嗯 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架子 你看这个架子 我们打了这个架子 然后把它靠近这个房子 屋檐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 利用这块地方 长丝瓜 嗯 长丝瓜 而且 我是贴着那个墙 把它摘上去的 对 然后把这个头也打掉 嗯 你看看 我们这个地 这块地的边上 我们摘好的 屎瓜 然后拖到架上 然后呢 让它的这些藤子呢 然后往这个外边发展 这样的话 发展到这边以后 然后我们墙这个地方 从屋檐这个地方 给它拉了一个绳子 有一个横棍 因为空间不多 所以说 这样的话 就让我们充分利用 这个空间和阳光 这个丝瓜剪掉以后 这个大枕 一定要把它剪掉 你看 上面的那个头 其实应该打掉 但是已经都勾不着了 对 就算了 像这个头就把它打掉 OK了 嗯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瓜 这上面就已经有四五条老了的瓜了 就留着吧 OK 那么黄瓜 都摘了 对 黄瓜我刚刚把它们都摘了 其实丝瓜经验呢 我是没想着留种的 因为我去年留了很多的大丝瓜 一样的丝瓜种子 还有一大堆丝瓜种子 所以没学着留 但是已经都这么大了 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就是把它 就留着吧 这些是韭菜 韭菜临走之前 把它们都全部割掉了 回来以后 也都又长出来了 哎哟 对 这里还发现还长了一个瓜 没有 没不小心 没有看到 这还有一个瓜出来了 对 种瓜结瓜 种豆结豆 这里还有一个 哪里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瓜 你看见了吗 还有 这不是在这儿吗 哦 这里还有一个 祖克尼 这不是祖克尼 像祖克尼 你那个瓜一样 对 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摘了 你要可以吃的话可以摘啊 我现在摘这么多都 没有嘴吃 这一片地瓜叶也长得丰丰的 叶子长得大大的 你看这个地瓜叶呢 它都拖蚌 拖得到处都是 看它拖得到处都是 长得丰丰的了 要抓紧时间吃地瓜蚌了 这一片就是那个新栽的韭菜 我已经割了一茬两茬了 你看现在割完以后 它就很快就又参起来了 这就已经开始成 开始疯长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